目前世界上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,有八个,日本并没有算在其内。 在这八个国家里,美、英、和法和中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,而在这五个国家里,只有中国作出承诺,全部首先使用核武器。 这是为什么呢?为何其他国家都没承诺呢?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我国往受西方国家的核威胁,我国就一蓝绝蓝的下定做出原子弹来,在研制过程中更是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重重阻拦,美国还推波阻拦的将这消息告诉日本。 从决心研制原子弹时,我国就明确表示,不是想对哪个国家使用,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尊严。 所以,我国成功是爆原子弹后,第一个就告诉了日本,并对世界承诺却不优先使用。 不过,我国虽然做出承诺,但这并不是绝对的,有三种情况被我国认为等同于核攻击。 一旦发生,我国将毫不犹豫使用核弹,予以还击。 第一种,我国核基地遭到打击,核武器基地放置的都是核武器,也是我国最后的防御反击手段。 如果敌方攻击核基地,核武一旦爆炸,那么就等同于敌方使用了核武器。 第二种,我国战略武器遭到打击。 我国目前拥有的战略武器分为三种,航母,核潜艇,战略导弹,这是我国解放军的战略力量。 如果敌方打击战略武器,我国总是是不可估量的,甚至丧失战斗力。 这时候我国就会用核武汉为祖国和人民的安全。 第三种,三,霞大坝。 三,霞大坝对于我国来说非常重要,其地理位置特殊,战略意义重大,是解放军后援的中间力量。 如果三,霞大坝都被敌人所打击,那么说明我国防御系统已经出现重大路动,并且对方意图已非常明显了。 因为一旦大坝塌方,周边城市,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,将受到严重威胁,中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 对于那些动不动就叫嚣袭击三峡大坝,袭击我国航母和战略武器的国家,不好意思,我国的湖大和东风快递都随时准备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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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